在看完颱風遠離之後 大家關心的是交通 怎麼辦呢 因為颱風遭受到重創 尤其在台北大安區 安居街有六層樓高的鐵皮屋 因此被摧毀 詳情交給友濤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區帶您關心颱風 帶來的災情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 就在大安區的安居街 現在在我背後 這塊超級巨大的鐵皮 竟然是從我們旁邊的 六層樓高的公寓 給整個調運下來的 所以說現在 這些相關單位的施工人員 正在進行切割的動作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一塊這個鐵皮的屋頂 有多大塊呢 它佔據了兩個車道 而且呢 就算已經把這個整個屋頂 給放到路面上來 還是沒有辦法直接來載運走的 所以說現在這個施工人員 必須要來先進行切割之後 切割成小塊之後 再來分批的再走 只是說這塊招牌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呢 在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 其實呢 它旁邊的這個六樓的屋頂 昨天因為受到強風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鏡頭往上帶 我們看到在最上方的地方呢 其實這昨天 整塊鐵皮屋頂 就卡在這個上面了 被強風追翻之後呢 是搖搖欲墜 幾乎有一半以上 都已經懸空了 所以說呢 昨天相關單位 是緊急的來到場之後 把這整塊的這個鐵皮屋頂 給卸了下來 放到馬路上 那今天早上呢 再將周圍的道路 全面進行封鎖之後 現在呢 要來進行切割 所以切割之後呢 再可以把這整個鐵皮屋頂呢 給載運走 來處理之後 來恢復附近交通的通行 只是說 這塊鐵皮的違建屋頂 到底是誰的 現在呢 梨章表示啊 目前這個產權呢 都還不清楚 還在持續的釐清當中 只是說 昨天這個屋頂啊 整個被掀翻之後呢 還打到了其他的招牌 那等於說 其他像是一些百貨啊 等等的這些 本來固定好的招牌呢 現在也因為這塊鐵皮屋頂的關係啊 今天也是得要全部報廢了 那相關的一個造勢責任呢 以及相關的責任規署呢 等到這個整個招牌 還有整個交通的這個 後續的處理完之後呢 才會來釐清 以上最新主播 好 各位觀眾朋友的早安 今天呢 我是在文山區的 辛亥路六段 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 當文山區的人 在走這個人心道路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很困難 而且有沒有看到 其實在這邊啊 這個昨天的風力真的太強了吧 這個樹枝呢 都給折斷 像這樣子尖尖的樹枝 在路上其實是很長 所以民眾在走這樣的路的時候 還要這樣特別繞過 像這樣子的樹枝 才可以去來通行喔 所以今天在文山區呢 其實這個民眾啊 整個通勤都是非常的困難的 不過昨天晚上呢 蔣萬安在宣布說 今天台北市要上班上課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難道這個台北市的家園 是不用來復原嗎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這個整個文山區的道路上面呢 真的都是被吹斷的樹枝 而且不只這樣喔 我們也有看到像是這樣子 鐵皮屋或是紙板等等的物品呢 都也是掉落在地上 真的是能想像出 昨天的風力到底有多強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是在這個公車的停靠站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整路呢 其實都有像這樣子樹枝 樹葉掉落的情形 而在這個公車站的前面 也就是U-bike的停靠站 現在那邊呢 已經是完全沒有辦法 讓腳踏車來做停靠了 因為也是整個樹枝的倒塌 讓整個U-bike站呢 是被給這個樹葉樹枝大樹幹 給去清它的 那我們來問一下 李長想問一下說 對於說這文山區今天的整個路況啊 是大概怎麼樣的情況 是 不好意思喔 因為案件不斷的在處理中 其實從昨天晚上案件 都還是不斷的一直進來 那到今天早上 我六點多出來巡視 其實昨晚通報的案件 超過一半都沒有處理 有包含公寓的門口倒一棵樹 住戶都無法進出的 這樣的緊急案件都無法處理 所以早上住戶很緊張趕快打給我說 他真的無法出去出門上班上課 那整個巡視一周之後呢 道路 主要的道路側還算有清潔啦 可是其實啊 都是把一些樹葉枝條往人行道放 所以兼顧了你這個車型的部分 好像上課 但是這個人行道 行人通行是至愛難行 那包含我們里內其實有三間小學 中山小學 永建國小 華德福實驗教育 大家通行上都是非常的戰戰兢兢 小朋友其實都差點要滑倒 甚至有一棵大樹是直接橫在一個幼兒園的門口 我們沒有辦法讓小朋友從那邊進出去上課 那可以問一下里長 就是對於今天是要上班上課的狀況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從昨天晚上我們就一直呼籲啊 災後重建復原是需要時間的 蔣萬安市長 我覺得你是不是兩年了 還不太了解市政啊 不太了解你整個市府 清潔隊 消防局 警察局 公務局 底下的量能的一個狀態 你所有基層的同仁已經忙了昨天一整天 已經忙到筋疲力竭 我今天看到他們出來服務都是臉色慘白的 甚至已經快要無力的狀態 那甚至我們很多清潔隊的同仁 本來在任用的時候 他就是一些生長或是一些弱勢族群 我們也沒辦法去催促他說你要很快 因為還有一些電視的狀態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早就知道量能不足 為什麼堅持一定要上班上課 造成了這些早上滿目瘡痢 無路可走的窘境呢 我們市民就跟他說 昨天晚上就一直問我說 到底可不可以停班停課 我們就只能說我沒有反應了 但是府方一直都沒有回應 蔣萬安市長睡著了嗎 謝謝 謝謝里長 我們可以繼續看到呢 其實文山區真的狀況很慘 因為這個路樹的倒塌呢 導致人行道都是充滿了這樣子的一個樹枝 那其實在臺北市呢 也有通報說三千多件的這個災情 有一半幾乎都是像這樣的路樹倒塌 以上是我們現場最新 好 不知有人反應可能出不了門喔 可能今天很多人上班上課都遲到了 來看到立法院旁的正江街呢 有大樹應聲倒塌 直接佔據整個路面 所以很多的官員呢 要前往立院來備詢 花了時間繞道 時間再交給馬玉文 好 各位觀眾 持續對難關心 受到抗衛颱風的影響呢 各地陸續傳出的災情 尤其在臺北市的部分 多處傳出有陸樹倒塌 而在立法院旁的近南路呢 有一個大樹直接是應聲倒了下來 還連根拔起 直接佔據了雙向的車道現場 拉起了整個封鎖線 不過由於近南路呢 是許多官員要到立法院必經的要道 因此許多官員到立法院 今天來備詢之前呢 在路上都遇到了塞車 甚至有壓線遲到的狀況 包括行政院長 總統太也是壓線來抵達 但來聽稍找總統太的最新說法 依照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上課的相關辦法 最近這麼多年以來 也都是地方政府在根據中央氣象署 所提供的即時正確資訊 依照各個地方因地制宜的所需 無論是平地或山區都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所以這套制度現在也行之多年 地方政府也都有一相當的機制 那氣象署要求的只是能夠更多的時間 更精確的數字來提供給地方政府來做參考 所以我是要求他們能夠更精確 而且能夠更及時 甚至更多次的來提供這些數字 未來我想氣象署在經過更多的科技輔助之後 一定可以有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能力提供地方做更正確的判斷 確實剛剛來到立法院 平常走的路是沒有通的 你看我們的正江街 現在好像大樹還是橫跨在路中間 稍微繞了一段樹 我們希望台北市的市榮 能夠在有效率的管理底下 能夠盡量的盡速的恢復 讓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不只包括竹龍泰是壓線抵達 另外國防部長顧利索 同樣也是因為繞道的關係 稍微有點遲到 原本是九點開會 他九點零七分零八分才抵達 是趕緊呢是進入到院會 來準備整個接下來的備詢工作 不過實際上呢 雖然高台風已經降為清台 但還是有些陸續的災情 要提醒大家格外來留意 而新政院長竹龍泰就表示說呢 希望台北市榮可以盡快來恢復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 目前新北烏來山區一共有五個部落呢 總共是有兩千兩百三十九戶大停電 那因為部分道路有中斷的情況 導致台電無法搶修 現在信賢跟福山部落形同孤島 相近再交給陳廷如 好幾分鐘 新北市烏來山區在颱風過境之後呢 其實這邊災情還是不斷的傳出 原因就是因為啊 目前在中治里的這個地方 仍然是有大停電的狀況 不僅呢 屋內是通通沒水沒電 甚至啊 還有的居民呢 是已經先提前了 備妥了一些儲水的部分 但還是不夠用 現在啊 這個區代表他受訪的時候也表示 希望相關單位能幫幫忙 因為停水停電的狀況不只在中治里 整個這個烏來山區有五個里 還有就是包含了五個部落 都是大停電的情形 帶你一起來停 昨天晚上啊 颱風要遠離台灣的時候 那個颱風的風速風量都在 雨量都在中治 那我們中治區的話 昨天晚上斷電 連續啊 臺電進來搶通 無法順利通啊 因為是因為他們卡在新屋路一段 那到現在為止都是做復健工程 那我們部落也在辦商事 目前17個小時都是靠發電機在維持 那個大體的冷凍 所以在這個地方透過媒體 能夠讓搶電台電 還有我們復健工程 能夠快速的讓部落 恢復電力水力 因為我們連自來水都沒有 在這裡拜託啊 那麼大停電的狀況呢 一共是有2239戶 其中就包含了後山的信賢部落 還有就是浮山部落 那邊的狀況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路上呢 都是有土石樓參方 還有道路中斷的情形 因此呢 台電人員是不易的進去搶通 目前這個公所這邊也有派陽公處 是緊急的將這個路倒的路樹 連根拔起的路樹呢 先緊急來做一個搶通的部分 這樣子才可以讓台電人員去進場 但是現在呀 停水停電的狀況 也讓這個當地的居民形容這個整個烏來山區呢 是變成了一個孤島 希望相關單位都能幫幫忙 因為雖然今天新北烏來這邊 是停班停課的情形 但是他們沒有水沒有電的情況 是非常的嚴重 而且家裡面還有小朋友跟年長者 目前呢也是生活比較困難的情形 但是現在公所以及相關單位 仍然是持續在搶秀當中 好另外東部來看到 台東泰馬里沙倫西 現在傳出了災情 現場交給王培華 主播持續帶你來關心 台東泰馬里湘這邊的災情 那可以看到呢 我後方已經有怪手 在沙倫西這邊進行拆除作業 因為其實早在上一次的山土兒颱風 沙倫西就已經出現了潰堤的情況 泥水是全部都溢流到了路面 那滾滾溪水夾帶的泥沙 那其實水是不斷地從上往下沖刷 那其實在這一次呢 又經過了強台康瑞颱風之後呢 災情是更加的嚴重 可以看到後方的電線感是 全部都倒塌的 尤其是上方的沙石 一直不斷地從上游沖刷到下游 其實路面上呢 還有不少石頭都積在馬路中央 也提醒民眾啊 如果經過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路況 以上是我們在台東 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好 那麼康瑞颱風雲本島 已經解除路上颱風警報了 那麼北市呢 恢復正常上班上課 經過一夜的狂風肆虐 傳出多起的災情 不只通報上千件的路數倒塌 還有不少鐵皮被吹先 我們獨家取得這段監視器畫面呢 是在和平東路三段兩百二十八項 有一間娃娃機店 一陣狂風吹來 那麼大塊的鐵皮鋼架呢 瞬間掉落 掉在路邊有多部的機車 也產配這塊鐵片給砸毀